所以上个礼拜这是第一次第二次 第二次上课的话我们基本上主要讲哪些东西 第一个的话当然就是说直接用VBA来赚写层次 然后第一个是用一个物件叫Sales Sales瓜谷后面就是哪一列的哪一栏 然后要放什么资料 中间加个等号 也就是会把后面东西丢到前面那个储存格的位置 然后你资料就放过去了 那因为你有很多个储存格 所以你必须要写一个for回圈 那回圈非常的重要 因为重复做 重复反复你要做一百次一千次一百万次 一千万次一下子瞬间就完成了 所以其实电脑里面最重要 你一定要学会回圈 那人最不喜欢就回圈 回圈就是叫你每天重复做 做一样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些工作 假设你会写程式的话 有些工作可能那些工作内容都会被程式取代掉了 因为VBA基本上滑鼠键盘能做的所有事情 VBA都写得出来 绝对不会有问题 也就是说你今天报表 没有一键完成很多报表 这当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是绝对办得到的 OK所以上个礼拜的话 我们主要是再加上回圈 所以上个礼拜那个回圈 假如你不太熟的话 记得一定要反复把它练习一下 或者你工作上只要有做重复的事情 你也可以用个回圈看看 因为之后的话非常多的地方会用到回圈 然后再来VBA里面的SUB OKSUB其实我讲过了 SUB就是对应到一个按钮 或者是说你用录制聚集也是SUB OK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要建一个按钮之前 你要记得先写一个SUB 那写在哪里写在模组里面 OK那再来的话 如何做制定函数部分 比如我们制定一个手机函数 那手机函数的话 就是Excel里面没有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把它变出来 那变出来的方式也是透过VBA 帮我们做出这个函数 那函数的话 大概结构跟SUB最大不一样 第一个是它的开头 把SUB改成Function 后面的话 加上它的Function名称 然后传参数给它 OK大概是这样的 至于细节如果不太清楚的话 这边影片都有了 所以我细节部分就不说了 这边加回圈 还有制定函数 假如说你不太熟 反正录影的好处就是回去 反正你爱看几遍看几遍 看到你完全了解为止 因为有些东西上课说真的 我不太可能讲得太慢 所以瞬间有时候你听过 你以为你听懂了 但实际上你可能只要 拉掉一个地方 其实你可能就会好像懂 又好像不懂 然后你程式只要插一个地方 不OK的话 那你也会写 也会有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虽然程式没有几行 没有几个字 但是一个字都不能出错 一个字也都不能打错 所以尽量这些 虽然字不多 但是一定要熟练 另外的话 我们就又做了151 这个关乎资串的练习 那里面的话 其实概念也都差不多了 跑个回圈 但是加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主要是要来看逻辑函数的部分 所以请各位待会儿先帮我开启 那个范例的档案的逻辑函数的部分 逻辑的部分 OK 这边逻辑函数 打开这个逻辑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是利用那个if OK 其他还有and of 这个我想后面我们再来看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首先第一个 我们还是先讲 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好了 比如说这个人成绩80分 那这个成绩53分好了 我如果今天希望 如果他大于等于60分的话 那就输出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这应该比较简单 你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然后if 这边就有 或者你可以从逻辑里面 一样找到if 然后三个条件 三个参数 第一个的话呢 是logitizer 逻辑 什么逻辑呢 如果这个成绩 如果怎么样 大于等于60的话 那我这怎么样呢 我若为true的话 value if 如果true的话 那当然就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OK 而且他底下的话 有跟我们想一些 他最多用七成的 这个等一下会讲 如果输出的话 那我们就打一个合格 反之的话呢 就是不合格 所以输出合格 但是一样 这个是文字 理论上前后要加双以后 不过if 这个函数 他还蛮贴心的 会自动帮你加 所以你当然可以不加 可是像test不会加 所以你test一定要自己加 不合格 OK 为true的话 为for按确定 那合格不合格 这样OK 这个比较简单 那如果说我想要在居栏的地方 多一个栏位 一般现在打分数的话 通常不是合格不合格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什么 用夹以丙丁 有的时候是用abcd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一样是这个成绩 如果这个成绩 假如是大于等于80分的话 那帮我输出a 再往下的话 大于等于70分的话 是b 60是c 不及格是d的话 那这地方多重该怎么做 多重 第一个插入函数 一样用以辅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成绩 如果大于等于80的话 那也许啦 我输出a的话 对不对 那这个是没有错啦 可是这个false的话 那有可能有 有可能是b 有可能是c 有可能有三个怎么办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说你要再判断的话 你可以再怎么样 在false的地方 因为bcd的话 你可以再做一次判断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再做一次判断的话 请特别注意哦 第一次 请你用这边的公式 一幅 如果第二次以后的话 请你用这边 你可以把它加到这里来 再一个一幅 如果它大于等于80 那就是a 有没有 有点像是切蛋糕一样 这个100分的 前面这个区块 我已经把它切成a了 再来就切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 其实就不用去管说 80分的 反正就是大于70分 因为前面已经被a给切掉了 对不对 所以80分以上不用管了 所以再来的话 如果要再加第二个逻辑 这边就b嘛 对哦 然后再来这个就c 就往上 那a跟b都切掉80分70分 所以这个就是c 那剩下来就是当然就d了 OK 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 游标放这边哦 再插入第二个if 所以你会发现点这边的时候 他会把if 有没有 帮你加到这个 有没有 这个是逻辑1啦 这个是true的话 那force的话意思是 我们再判断一次 再判断的话呢 你该怎么 再来就是b 所以这个一样给这个储存格 大于等于70的话 那这边是b 有没有 然后再来剩下就是c跟d 不过怎么办 两个嘛 所以再来再一次if 所以反正啦 以后如果你有多个if的话 多个条件 那就第一个先切 一般习惯是从高的一直往下切 切到低的 当然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用between 介于啊 可是我觉得介于有时候太 怎么讲 你变成条件会比较复杂 那如果你先从上面切下来 反正就顺顺的 一定不会错啦 OK哦 那这边if 所以再来if if什么呢 if这个如果大于 再来就大于等于60 那就是c 反 c的话呢 就d OK 好 按个确定就可以 好 当然哦 如果你可以自己也可以改一下 如果你要更复杂 比如说90好了 90 以上是a 然后再来是bcd 1是不及格的话 如果五成的话 OK哦 会不会啊 50 60 70 fghij 跟各位讲了 这个有个问题哦 他这边有个叙述 有没有看到 if函数最多使用七成 也就是你到fg 有没有哦 h就不行了 有没有 因为你再来的话就超过了 超过就是七成以上哦 他这边可能会出现错 当然啦 实际上哦 说真的啊 我也没有真的用过七成 因为说真的哦 如果以这么复杂的逻辑哦 我不会用啊 isail公司来做 大部分还是写vba 因为vba没有七成的限制 你要几成几成啊 OK 反正就是说你只要顺顺的叙述下来 然后他就帮你做归类 其实这个道理有点像是那个工厂里面 做那个筛选的机器一样 比如说像那个鸡蛋 大颗小颗啦 优的跟不好的 或者像什么橘子好了 有大个有小的 你怎么可以让他按照他要去的地方 做分类的话 其实也有点类似像这样 就自动化啦 OK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其实也是自动化的一环 就是不要用人工啦 OK 所以特别注意 按确定之后的话 当然按确定完之后 这个部分向下填满应该就OK了 应该没错啦 这个不及格 这两个不及格 这个的话B没错 这个是A 这个是C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做完的话 类似是长这个样子 当然的话 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 自己打公式 从左边打到右边 也是可以啦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试试看嘛 算你厉害 那很容易做错就是真的啦 OK 那跟各位讲一下 像那个Google试算表上面就没有跳那个视窗 所以如果Google试算表 假设你要用Google当那个试算表来做这个公式的话 那真的就要从头到尾自己打 所以最好两个都要会是最好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嘛 这个地方先开启那个第二个单元逻辑函数 然后呢 试试看第一个合格不合格 第二个的话呢 再试试看多重的部分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如果你想要试试看 如果超过七成会怎么样的话 而且你可以再试试看嘛 A B Z D 有没有分数一直往下嘛 50分 40分 30分 20分 10分 那这样总共会有10种逻辑 有没有 90是A好了 一直到10分是FGH 到J了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超过七成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应该是会出问题的 当然说明是 那如果说像这种超过七成的 我还是建议你用VBA算 所以有的地方 虽然也可以用函数来完成 但是有些地方我觉得太复杂了 建议还是用VBA取代掉算了 试试看 先把那个 逻辑函数的部分先熟悉 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来看那个VBA的部分